我们俩都很怕这个 因为第一送的东西 太累了 就是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 或者说 就因为这东西得猜 他送过你啥你不喜欢 他送我过一件 其实他好像是去国外 参加那个时装展周还是啥的 给我买了一件那个礼服 因为我那时候主持人 那其实挺投我所套的 买一件礼服 多好 他特别喜欢那件 我 你别不喜欢 就是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我能明白他的心意 我一直等待着一个 隆重的场合可以穿它 穿过了吗 没有那么隆重的场合可能 对 就我们俩的审美吧 有时候不待在一起 我们俩差异性特别大 那我们何不就反击到二行 都不送了 真的一点负担都没有 那萧萧同学 听完了这一节奏 对哪一种是你喜欢的 哪一种是你心仪的 你们的 因为 因为我俩的恋爱时间 是一年半嘛 然后时长不是很长 我 没啥可纪念的 不是 还没有 你看周哥哥一旦话多起来 就是 周先生情感会藏得比较深 他很抗拒跟大家去分享 很私密的东西 但这一次他要打开一点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打开非常难 他一直在尽量地适应和调整 在尽量敞开一些 让大家融入这个氛围 这个让我还蛮欣慰和感动的 球不错 让课 考试了 大家好 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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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开始我们爱的修学旅行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爱的练习的第一课 觉察关系中的认知错位 所谓认知错位呢 指的是我们对同样的一个事物 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之间 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 有谁想先说吗 怎么了 迷了眼睛了 萧萧好像想到什么 就 就我照镜子就看自己脸有点嘟 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胖 但是别人就觉得我很瘦 这就是认知错位吧 好 这也是 因为其实这点在女孩子身上还蛮常见的 老师我补一个 不然别人以为我说这句话有点降致 太搞笑了 有点降致 有点降致 别人觉得我可能有一些带有强迫症这种 但是我总觉得我并没有达到这份程度 好 很好地补充 挺贴提的 所以接下来王晏玲能想到吗 就是能有具体的 我老婆觉得我很搞笑 但我并不觉得我很搞笑 这是有偏差吗 我觉得你只是很搞笑 我补一句 要不我觉得有点降致 我好像对我自己是有误解 你应该是怀疑自己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将开展整个旅程中间的第一项爱的练习 这项爱的练习呢叫做伴侣脑图 我们的任务呢是请你按照你对于自己和对于伴侣的认知 分别呢在我们的这个脑图上画出来 我们可能会画出很多的内容 你会用这个大小 就是来代表在他脑海中占据的面积的大小 这人是不用上班的吧 对他可能不是你 这个可以 好 我们分头去画这个脑图 完成之后 每个人来展示自己的脑图 分享过程中间我也会在旁边观察 认知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你们的住房等级 认知程度越高住的越好 是不是考试了 他们都还蛮自觉的 所以燕林是已经画完了是吧 这么快 好了画完了 好了好了